她說其實她的社交平台是沒有公開給你的 是呀是呀 不是呀 相信沒有人今時今日跟另一半拍拖 她的社交平台是公開 我也想跟她說 對不起 因為我太喜歡你 所以太衝動了 大家好 我們有多了一個人 借車給我在上面煎蛋的Terry 你借車給我 擔不擔心 其實今天是沒有比她多 因為平時她在 因為她是圍爐取暖的幕後導演 如果大家發現了現在的另一半 保持前度的照片 你們可以嗎 今天走上來幕前 是呀 聲音很熟悉後面 是呀 認得聲音 今天平時就是你負責聯絡 維勞取暖的IG inbox 今天選擇了什麼案件 今天這個案件都挺典型的 是一個男士主打上來 他就投訴他女朋友 重視他自己的朋友多於他 就是合吵 合吵 先聽聽聽 Johnny 你好 Hello 可以說你的故事 打來都是關於說女朋友的事 因為主任吵架 所以我想說一下 我現在的女朋友 最初就知道 因為那個關係 看到她 她覺得很漂亮 就問了她的電話 你們慢慢 最後之後就離開了 有多漂亮 因為我聽Terry口中說 她是很漂亮的 是呀 我覺得她真的挺漂亮的 因為現在我看中 是林明星 所以喜歡 林明 哇 那真的很漂亮 她說到口陣了 是啊 不是心虛的 是口陣 真是漂亮到口陣 是呀 沒錯 那不錯呀 將一條美女 但是不是開始感受到壓力 是啊 沒錯 當然有壓力 我溝林明星很害怕 這麼多狗公喉著她 最後這個憂慮 是不是真的實現了 最初一起的時候 都會有說 可能有些醫生 接觸她 都會跟我說聲 那我想問 阿叻叻是不是 都多人去 會接觸你 你是否都同樣這些方法 我多數不是怎麼認 就是有人追你 然後你不認那個男生 然後立刻拿這件事 跟男朋友認 厲害了 有人覺得 阿Dixon 那人撩我 我沒有理會 他只問我都不想 一起吃個飯 不是 一開始都會跟他說 但後來覺得 算了 不要說 因為我肯定 太多了 太多了 處理不了 每天說十次都 什麼都門了 我覺得我對自己有信心 我都對這對愛情有信心 那都不會跟她說 是的 OK 但Johnny 你女朋友 一開始都會跟你說的 是嗎 是的 沒錯 但之後我也有顧慮 因為始終 其實不是很認識他身邊所有人 有一次就說 一班朋友 約了一場出去玩 可能有些東西 沒辦法 我之前也有提過 我想跟他一起去 我也認識他 或者甚至 我提出過 我想跟他 自己兩個人去 那樣 但你必然去吧 為何未必這麼快 甚麼原因 我不明白 因為他有說過 說不太快 不知道最初 怎樣兩個人相處 你這個發生在時序 拍拖多久 大約拍拖 兩個 那合理 去拒絕 和你單獨 去Staycation 情侶要做事 你都做完 沒錯 那兩天一夜的 朋友聚會 有男有女的 是嗎 我記得他說過 是有的 有沒有說人數多少 因為有男有女 可以一男一女 你這麼刁鑽 對 一群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原來是Couple 對 對 又不是一男一女 但是 我記得是男的比例 有些大合照 真的玩 對了 有沒有給你看 印象中 我記得 應該沒有 打 不照有相同 那不錯 其實沒有事情發生了 沒有事情發生了 應該的 但遲一點都會有 接著還有什麼事發生了 可能有時 在交代 其實我也可以 討論一下大家的熟悉 傳訊息給他 他可能一段時間 工作時 我會體諒 接著可能是 公眾假期 討假的日子 就找他 但都比較幸福 是不是你問問題太深 他打算認真點才回答你 對 對 你跟他討論相對論 他不會在街上 你跟他討論相對 就能回答你 其實有普通的時間 我會點一些 學生文 哦 okokok 那我問 他的朋友 WhatsApp他 他有沒有回覆呢 人家找他 好像很快回覆 而且 一些東西好像 回覆得比較好 他的朋友 是不是男生找他 有男有女的 他知道我 有少許合授 他也有解釋 他可以消息一點 等等 喂喂 我先聽聽 我來個小總結 對 其實沒問題 可能你有時提出投訴 他也有盡力去改善 反正我聽到 是不是你自己過於憂慮 林明晶會 被人搶走 被人搶走 是不是 其實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吵過 都有跟他聊過 現在有訊息 你很討論 電話不想聽 我們很刺激的說話 是不是你很搶他 是啊 因為我相信在座 我們兩位女生 如果你的另一半 這麼不相信你 不斷問你 我有經歷過 你怎麼樣 因為我和這個男朋友一起時 他也是 整個重心放在我身上 甚麼都圍繞著我 但我也有我上學 工作 還有朋友 還有家人 我沒可能100%的時間 給這個男生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不開心 但我也知道他出於愛我 所以我也會跟他解釋清楚 我說不如你試試找一下 你自己生活上有沒有甚麼可以做 這個東西很香 對呀 有些攻擊性 你是不是很快關心 你是不是很快有空 但的確如果一個男生 過分缺乏安全感 而不斷去 除了你們 那你們都會 其實會生氣 Holly你好像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了 我是除了人那個 因為 Holly經常找到他 很密 他就說 你這麼有空 不如你家自己撞一下球吧 我想說 其實你女朋友有這個反應 是合理的 可能男女也合理 是啊 我也明白這件事 我也會有嘗試找其他東西做 讓你放鬆自己 但始終我還有一個憂慮的心 這個問題我想界定為 究竟是 她真的有人追她 心去別人的心 還是你自己過濾 所以我就想問你那個憂慮 背後是否找到一些 類似證據的東西 令到你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找不到任何證據 我沒有去找 加上我覺得不會是 你們剛才說的 幾次有人追她 那她的IG有沒有投過你呢 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有聽過她說 就是有機會投給朋友 去玩完之後 這樣都說 這個好奇怪 為什麼是聽她說的 就是你要聽她說 她投過什麼相片 因為其實相信她說的東西 我聽了Terry之前跟你說了一點 她說其實她的IG是沒有公開給你的 是啊 不是 不是 就是你所有人都聽過 其實你是沒看過她的IG 我不會看她這些東西 因為我對她信任之外 但我有兩位 應該是這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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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不是 真的有問題 我相信沒有人 今時今日跟另一半拍拖 她的IG是PIRRATE 你是無法快看到裡面的東西 我直接接受不了 其實我試過問過她 因為我想看你最近投什麼相片 然後她就發問 最近投哪張相片 即是她自己在一個電腦 導臂說我搬了這張相片 但你不要拿我的帳戶 我不會收到你了 你自己也苦笑了 因為是男朋友 不是朋友 不讓男朋友看 你不是追求者 你們怎樣分析 你這個經歷令我在想起一個經歷 那次是一位大陸沒有的經歷 那試完是怎樣 那時候還是很多年 吃吃吃吃吃 那時候 有東西叫slash chat 聊得越多的人就越多火 或者越高分 那正常你和另一半 應該是最高分的人 聊得最密 怎知道 我有一天發現 為何有一個人的名字 比那個位的高 那奇怪 然後我就馬上去IG找 原來真的被我找到是男生 然後我就開了一個女生的帳戶 追蹤這個男生 接受的時候我就發現裡面的照片 不多對路 不止是不對路 裡面的照片是她跟我女朋友 已經在家裡煮飯 玩玩寵物 所以我剛剛聽完你這樣說 我就覺得Pyvet的IG是很可疑的 的確 你不可能不讓對方 不讓對方查電話 就說連IG都不公開給她 是很有問題的 說真的 從最初到現在 真的說我相信 我覺得有個位置 可能會想多了 但是她這種顧慮 其實女朋友是有能力幫她解決的 是啊 即是她可能讓她看看自己的IG 或者讓她追蹤的時候 已經可能令到她安心很多 你打上來 我們在你的利益著想 我們怕要是你的女朋友 已經跟別人在一起 或者其實你本身已經是第三者 我覺得我已經是第三者 就應該有機會不大 我想想 實質事情 很多人說IG照片 或者她和朋友 可能有些人打電話 叫我未見過 聽到我有顧慮 我承認 但是 單憑我跟她說電話的時候的事情 我相信她不會說是有第三者的事情 因為我會覺得 在這裡猜猜一下 其實是 什麼都猜不到 只要令你越來越憂慮 你最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你問她 去拿IG給你看看 我會覺得 你有一點 逃避這個問題 你會用 我想給她一些空間 我對她有信心 即是你不能夠 每一次一發現證據 或者有疑惑的時候 你就會說 我相信她可以了 不用理會 推開了就不去查 甚至 Terry這個例子 就告訴你 其實就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不是想令到你質疑你的朋友 但我們提出另一個可能性 你說信任她 一邊口說 但其實你另一邊很懷疑 是矛盾 其實好像你這樣說 我沒有一些 正確的答案 在這裡 所以我就會 有個懷疑在這裡 我之前我以為 是不是你多疑呢 但我這樣想 其實不一定是 因為根本她的透明度 都不夠高 是的 即是如果她 公開了給你看 那你還一直懷疑呢 那是你的問題 你多疑 你要檢討自己 但其實她也沒有足夠的透明度 給你有信心 我其實不可以當 有沒有證據 我沒有 因為我性格 她的性格 我覺得她是沒有的 但是 我始終都有忽略 不好意思 有些情緒上去 明白明白 我就算我不管她有沒有 我相信你 你接觸她 但問題現在 你這樣拍拖 你不開心 你不舒服 真心你不斷在顧慮 你會有情緒病 因為你不斷在亂想 你一直都不開心 每一秒你都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這件事不健康 我覺得拍拖就是為兩個人都要開心 對 如果只是她開心 你不開心 我覺得這個關係都不健康 對你來說 最健康的做法就是 問清楚 溝通 溝通 我明白先 但是她這一刻 是 簡直轉了聯絡 她說 不想知道 不想 聽到任何事情 那你們沒有見面多久了 沒有見面 現在就幾天了 她說 那一刻真的很衝動 沒有 有說過 我知道 她不應該去插機 問候她 但是 也沒有一個會 即是你跟她道歉 她都不理你 沒有 我今天 都看到她 沒有 你這一刻 還是所有腦都圍繞著她 因為你極喜歡 剛才我們問你 美不美的時候 你都說了 嘴巴 反而我想問 如果最壞打算 她真的之後都不找你 不跟你聯絡 你自己能不能走出來 反而我這一刻 我怕你不能走出來 應該接受到 但是現在 無頭無病 不知道 她是否真的 真真 我完全不知道 你問我 最近 可能發生了幾次 都是類似的事情 但是 我也很累 明白 但我又不想出去 我覺得這一刻 你再想下去 就越來越慘 不如真的找 你身邊有沒有一些兄弟 有沒有一些朋友 叫她陪你出去 喝東西 去一旁喝水 冷靜下來 還有 散開心 不要讓自己想那麼多 不斷轉流 只不過越轉 會影響你的情緒 有機會跟她溝通 又會變壞 甚至現在她找你 你都做不到最佳的狀態 沒錯 我們都希望 只不過是 可能是發脾氣 是沒事的 是 加油 加油 無論如何 結果如何都加油 加油 其實找你們 給我一個原因 就是想聽你們的意見 可能他們會看你的節目 我都想跟她說 對不起 因為我太喜歡你 所以太衝動了 反而我覺得 如果她真的在聽 我覺得 你其實沒有什麼做錯 是她 要反省一下 想想怎樣 給你安全感 她令你那麼痛苦 她自己很開心地跟朋友玩 其實她傷害了你 而且沒有頭沒尾地走了 所以我給不到什麼意見 我覺得她在聽的話 她要自己想想怎樣 處理這件事 處理這件事 對 謝謝你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加油 加油 好 拜拜 拜拜 我想Johnny應該是 抑壓了很久的情緒 所以這樣就會 一不開心的時候會爆 聽她 都知道她不開心了很久 一定是 其實拍拖是求開心的 我覺得如果是這麼不開心的話 就是 勉強一起也沒有幸福 如果相處到這樣 我真的寧願關上房門 拿起一張紙巾 YES 都好過了 我想要林明正 幸好林明正也不會選你 好 好 我剛剛聽完Johnny的案子 就是覺得 有時候你就要遇過一些不合適的 你才知道什麼是合適的 還有有時候就是這些 這麼痛苦的經歷 才令你學到最多的東西 還有我們有時候看愛情 我們覺得要找一個 對的人 其實有時候就是 過程中 就是找一些錯的人 你知道她不合適的 其實這個也很重要的 所以你知道這個不合適 你就繼續 找一個對的 失敗乃成功之母 與敗女戰 愛情也是 就是不戀愛結婚之母 你比起初戀進步了很多 對 好 希望大家都 在她的經歷上一課 好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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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